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吴磊和赵路斯这对CP一炮而红 而迪丽热巴则得到了优待 在娱乐圈工作的残酷真相 说吴磊和赵路斯是那个时期最火的荧幕情侣之一 还不算轻描淡写 市场占有率也比较高 这完全归功于他们出现在璀璨星辰中 广播的效果质量很高 聚集迅速接连涵盖各种话题 额场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而额场也非常看重 吴磊和赵路斯这对CP当下的热度 并努力宣传 以确保他们知道自己的完整存在 但是有些行为 比如对迪丽热巴不公平 根本就没有意思 长歌行播出后 平台将迪丽热巴和吴磊的海报 换成了赵路斯和吴磊的海报 将迪丽热巴排在女主角榜的最底端 过去迪丽热巴和额场是战略合作伙伴 他们不仅在平台大型古装剧中担任主演 还担任平台VIP大使 在典型的情况下 迪丽热巴应该得到额场的应有的重视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由迪丽热巴和吴磊主演的时代剧《长歌行》在中国电视台播出期间是一部开创性的电视节目 观众更容易接受这对年龄相差7岁的CP 高颜值被称为大姐大哥 赵路斯除了饰演女二号 还饰演了迪丽热巴的妹妹 再进一步说 有很大的缘分 吴磊和迪丽热巴合作后 赵路斯两人合作 签约第一女二女出演 然而 随着璀璨星辰的成功 吴磊赵路斯这对老戏古的人气暴涨 长剧《长歌行》的宣传也经历了细微的调整 首先是《长歌行》封面海报的变化 迪丽热巴已经下架 换上吴磊赵路斯同框海报 因为迪丽热巴显然是该剧的主角 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者 所以海报上应该有她的身影 此外 她无疑被称为《长歌行》 迪丽热巴饰演女主角李长歌 如果我看海报并在那里看到她 可以吗 吴磊和赵路斯被强行推开的痕迹太明显了 不容忽视 在《长歌行》中 这些配对不被视为合法匹配 之后是《长歌行》的演员阵容 女主迪丽热巴排在最后 女二赵路斯排在第二位 就在扮演男主的吴磊身后 摆脱她 赵路斯是女二号 她没有理由乐于成为第一个女号 除此之外 迪丽热巴是排名最高的女性 为什么她被忽视了 这种刻意为吴磊和赵路斯鼓掌的举动 与剧中的实际情节相悖 太明显了 不能当真 而场为了支持吴磊和赵路斯 做出上述两种行为 对迪丽热巴不公 她提供了迪丽热巴与这部剧关系不大的想法 但她显然是女主角 一方面 她作为女主的地位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也给人一种迪丽热巴与这部剧关系不大的感觉 这种不公平真的很让人恼火 迪丽热巴到底和谁未敌 成为协助吴磊和赵路斯的受害者 迪丽热巴赢了不公平 但这就是我们说的娱乐业 迪丽热巴就是在这场惨烈的事件中 被利用 逼着给吴磊和赵路斯抬轿子的人 他们三个与眼前的情况无关 这不足为奇 相反 这是一个如何配置平台的问题 导致这种情况的反应是娱乐业现实的准确反应 一方面 平台会赞扬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最知名的人 目前 迪丽热巴还没有正在播出的电视剧 人气下降是意料之中的事 必然会落后于吴磊和赵路斯的人气 那么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平台的热度 平台将集中在最热门的演员身上 不怕按照常理打牌 此外 吴磊 赵路斯主演的电视剧也将在剧中突出角色 目标是增加人流量 为了给吴磊和赵路斯是好 不顾迪丽热巴女主的名声 谁给了鹅厂的自传权和作品版权 另一方面 迪丽热巴与鹅厂的关系对他吸引力不大 娱乐圈是利益优先的地方 有利益的地方 就有亲近和熟悉的地方 迪丽热巴和鹅厂的联系曾经是很正面的 然而自今年年初以来 两党之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热巴显然离有些裤子的上映越来越近了 他还拍了初时军和安乐传 正因为如此 而场对于迪丽热巴的强势宣传犹豫不决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授予他的知名度 与授予竞争对手的平台知名度相同 这会导致授予人的利润损失 迪丽热巴被削弱是自然的 迪丽热巴受到不公平对待也是自然的 因为目前吴磊和赵路斯与额场的亲密度 比迪丽热巴还要高 平台方是这样的事实 与迪丽热巴受到对方不公平待遇息息相关 一见 以上です 将军给之公平怜显 拍照